哈喽大家好我是Zoe 上一周呢我没有更新 因为我去拔了智齿 你们有看我的微博应该知道 我的嘴巴就是这一边脸肿得像 塞了一个鸡蛋还是馒头在里面 就非常的肿 反正上一周呢我就是吃饭说话什么 都是非常的痛苦 我在微博上呢有看到很多宝宝的留言说 你们也有长智齿 而且有很多人不敢去拔 也有觉得可以不拔的 那么其实我自己也是经历了这一些挣扎 但是我现在呢就是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给大家一些参考 最重要的是希望你们不要像我那样 等到来不及了再去做决定 这时候就真的是得不偿失 我呢是大概三年前 意识到自己长了智齿的 这边一个这边一个还有上面一个 刚长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 但是后来慢慢的我发现 里面两边总是卡住食物 非常的不舒服 而且要忍一天 等到回到宿舍回到家里的时候 我才能用牙线或者牙签去把食物弄出来 而且我总是觉得弄不干净 挺恶心的 那天牙医呢给我拍了X-ray X光照 我才知道我长了三颗智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三年前拍的X光照片 这两个智齿呢是横着长的吧 中间正常的智齿呢都挤得乱七八糟的 平时我笑起来的话可能比较难看到 但是这样子就可以看到 所以大家要是突然发现自己的牙齿怎么会变得不整齐了 一定要去看牙医 好吧 所以那一天我就决定拔掉了智齿 但是当时医生好像麻药没有打够 或者是因为我的智齿真的比较麻烦 很热掌的 然后医生采用的技术呢是用锤子 还有钉子这样去把牙齿敲碎的方法再拔出来 那时候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去形容痛不欲生 然后整个头都在震 就好像头震荡一样 虽然我也不知道正正的脑震荡是什么感觉 反正那一天呢我只拔掉了一颗 然后我就不敢再继续了 就是这边的一颗 然后剩下的两颗我就没有拔 直到去年年中吧 我发现我这边的牙齿也开始有剧痛的感觉 但是我就一直不敢去看牙医 因为之前这一边拔牙齿那个经历太恐惧了 所以我就一直拖拖到觉得太严重了 不可以再拖去看了牙医 这一次看完牙医我真的是后悔死了 我后悔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看牙医 因为致齿的原因有两个牙齿已经坏掉了 这是比长致齿还要更严重的事情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新的X-ray图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致齿呢 把前面的这个牙齿已经顶出了一个洞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重合的地方 而且好像已经碰到了牙神经 所以我这一个牙齿也开始痛了 要不就坏掉的牙齿花费更高 手术也好像更麻烦 当时我就不能再拖了 所以马上决定把这两个致齿给拔掉 一个下一个上的 但是这一次的牙医呢 它采用的技术好像是不一样的 上面竖着的那一颗没有两下就拔出来了 我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这一边也没有肿 大家看我照片也知道我这边没有肿 但是下面这一颗横着长的就花了挺长时间 因为用的是电钻一样的东西 这个医生他没有用锤子或者钉子 反正就没有我之前感受到的那种脑震荡的感觉 所以这一次并不是很痛苦 这一次拔牙的话 我想如果上一次三年前也是用这样的技术 帮我拔牙的话 我当时可能就会把全部致齿都拔掉了 不会拖到现在吧 我也不是要怪医生啦 只是可能不同的医生用的技术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拔了致齿以后脸型有没有变 大家看我的脸型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变 可能是因为刚拔完的时候脸肿成这样 然后现在又变回原来的这个过程 让大家有种错觉觉得脸型变了吧 如果真的有变化那也是微乎其微的 我们脸型的外轮廓还有下巴这个是由下面这个下颗骨决定的 所以致齿的话应该对它没有影响 但是牙齿肯定是会对我们的侧脸脸型造成影响 就是比如秃嘴 嘴巴比较秃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上牙跟下牙往外秃了 比如像我下面牙齿被致齿往前挤了 所以下面可能就会往外秃一点点 虽然不是特别严重 但是还是有矫正的空间 然后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拔完牙之后的护理 比如不能吃那些要嚼的东西 所以上个星期我一直吃的都是很软的东西 像牛油果汤啊豆腐啊这一些比较软的 不需要我去咬的东西 然后我也不能用吸管 喝东西一定要直接喝 不能够吐口水 因为吐口水的动作好像是会用到这个肌肉吧 刚把完牙齿很肿的时候呢 要用毛巾包着冰块那样去敷 冰敷我们肿的地方 然后就会慢慢的消肿 但是到第三四天的时候 你可能已经消肿了 但是这边脸可能还会有点痛 而且动不了嘴巴的活动范围不大 这时候呢其实是肌肉紧张的原因 我们要用湿的热毛巾去敷脸 或者用热鸡蛋 这样的话会帮助我们肌肉放松 OK最后的总结就是我吸取的教训吧 就是我在牙齿开始变得不整齐的时候 就早就应该去看医生了 也许你的致齿是不一定要拔掉的 但是像我这样比较严重的 是一定要拔掉的 所以要去看医生拍那个X光照 才能知道你到底需不需要拔 我记得三年前拔致齿的时候跟我妈妈讲 她是有点生气的 她不让我拔 她觉得致齿不应该拔 而且她觉得成年人拔牙的话 对身体不好 可能你的家人也会这么认为吧 但是事实上呢 不拔掉我这个主生齿 才是对我身体真的很不好 比如卡住食物 久了呢不仅会口臭 而且还会导致发炎 发炎是很严重的 有些人会发烧生病 第二呢就是导致我的牙齿不整齐 第三呢就是会破坏其他的牙齿 导致我蛀牙 我里面这个紧挨着致齿的牙齿就已经被顶坏了 我们里面的大牙是非常重要的 是用来嚼东西的 像上个星期我就只能用前面的牙齿去嚼东西 这样 像一只兔子一样 平时吃十分钟的一顿饭 我上个星期用了一个种 那么现在呢我就是要等下个星期再去看牙医的时候 牙医就会帮我做一些根管治疗吗 庆幸的应该是不需要把整个牙齿拔掉装假牙 好吧 总算把这个经历分享给你们了 算是了却了我一桩心事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所帮助 然后不要忘了点赞分享评论弹幕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和你们分享更多的我的其他经验 OK 爱你们 我们下期见 这下期见 好 有 这 好 好 好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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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